那么 泌尿系统结石 引起的疼痛呢 那么我们常见的急诊 主要指的是肾脚痛 那么这个肾脚痛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结石 在树脚管里边进行移动 刺激了这个树脚管以后呢 引起这个树脚管经完以后 导致了疼痛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患者呢 会表现为腰部 或者腹部的脚痛 而且这种疼痛呢 还可以向下腹部 或者外阴这个地方放射 那么同时呢 它会伴有恶心 恶透等等这些症状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以后呢 我们到医院就诊的时候 通过一个B超 就会发现这个神脏积水 那么通过一个尿化验 可能就会发现这个尿液里边 有红细胞 有静下血尿 那么结合疼痛的症状 结合B超和尿常规的检查呢 就基本上可以确诊 患者呢 是一个结石引起的神脚痛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呢 第一个呢 要给患者呢 要对症处理 可以用一些止痛药 比如说我们 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那么第二类的药物呢 就是解净的药物 比如说缓解这个顺药管 肌肉精卵的一些药物 像这些黄体酮 B542 等等这些解净的药物 那么第三呢 我们可以给患者 通过输液 那么增加尿量 第四个呢 可以对患者进行感染的预防 可以适当地适应于抗中素 综合治疗